资料到底存在哪里会比较好一些 一般隐藏位或者是说放在Cookie里面 Cookie里面当然有一些限制 那一端的Browser如果它没有开启Cookie的话 当然你这个Cookie这个部分就会有问题 也就是说你这地方就没有办法存一些资料 但是这个Cookie基本上以目前的使用状况来看 基本上应该都会开启的情况比较多 而且现在很多那个大型论坛 他们储存这个有效的帐号密码 比如说你login的时候 它会帮你储存的时间也可以让你去调整 像蛮多论坛里面像比较大的像什么 mobile的密码 你知道你就login的时候 就会让你去选你的有效期限 然后或者是很多的那个论坛也都有同样的功能 这个部分的话应该也是这个常见的 那它主要就是透过Cookie去把你存资料 不过Cookie这个当然问题还蛮多的 比如说有很多可能被有心的人把你的Cookie给抓手 就是把你的Cookie解析之后 它也可以知道你的帐号密码 那危险性也比较高 所以我上次有跟各位讲过就是说 在HTML File 它有重新定义了一些client1的一些data的困局 那里面比较 比较重要像跟我们这个部分有关的像这个local storage 它有一个叫local storage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local storage 所以最多可以出售5Mega的资料 而且它的安全性又高 就是没有Cookie这样的问题 另外的话呢 它的容量又没有Cookie 只能存好像1024那么小 它可以存到5Mega的大小 那所以基本上 如果将来HTML File 补期 我理论上现在看了一下 这一个browser的support状况都还蛮OK的 因为现在慢慢的占有率 因为最高的我看好像已经 Chrome好像已经 我印象中是已经超过了那个IE了 也就是说在Chrome 如果你用Chrome浏览器的话 基本上测试HTML File support的状况 基本上是蛮OK的 在local storage这部分是蛮OK的 你们可以 去找一些HTML File的书籍 里面的local storage 稍微看一下 那在存取写入的时候呢 在resource里面就可以看到 有一个local storage 那它的存取的模式跟Cookie 一样 就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一个key 一个value 那你就会存很多资料在开端 那部分 可以再了解一下 另外当然如果你资料量大的话 当然还是需要存到 这个server端的database 不过server端的database 要存取 真的还是蛮麻烦的 你还要去透过一些原件 去存取这个database 所以 HTML File 又很贴心的 帮我们想到这一点 因为 以往你要存大量资料在 在可爱端 几乎是不太可能 除非你是用档案写入 但是安全性 还有效能 各方面都不好 或者用JavaScript 来存取 也问题多多 所以HTML File 又制定了一个 叫做Web Sequel Web Sequel 它可以在database database不是放在server端 而是放在clite端 而且clite端 是放在user端 就是user端那边的database 存取的方式 基本上也是符合 这个sequel的预法 所以将来这部分的话 都也可以关心一下 就是说 如果有些资料 你不是需要经常 往server去要资料 而是在clite端 个别的资料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 说把资料 通通写到server端 那这样的话 在存取的效率上面 一定会比放在server端 来得好很多 那这个部分 当然是HTML File 所以JSP 与HTML File之间的 当然也没有问题 只是说你丢出去 放出去的那个语法 开头的定义 一定是HTML File 有没有 我们不是开头 任何网页上方 都有个定义 那我们前面的定义 都是4.0的 这个HTML 语法 如果说你是定义为 5.0的语法的话 那它就会support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东西 这部分我想各位 可以再花一点时间 去了解一下HTML File 这个部分 OK 那再来其他cookie 它有生命周期 你可以去制定 比如说我们一个礼拜的话 那就7×2 4×6 10×6 大概以秒为单位 所以时间一到的话 那当然它就会自动清掉 OK 那或者是说 user般自动帮我们清掉 上次还有一个UIL Rewrite 就是UIL 去重写 这个用法也还蛮多 我叫搜寻引擎本身 它就是 一直在Rewrite 它实际上去抓 抓的时候实际上 传一个GET的参数 不过 你会发现 我们是加问号 但是 我们可以去观察一下Google的用 Google它就是故意 它是不用问号 好像它是用警字号 它传递的时候 它就是技术上面就跟你不一样 所以你要去 去去去去去去 因为有人直接用Google 以前就呼叫Google的那个参数 就可以把自己的 写一个页面就可以变成一个Google的页面了 所以它在Google的存取上面有点不太一样 各位可以再去去去去观察一下 找出来的结果就是要类似像这样子 底下会有一列的搜寻 等于是一个搜寻结果 然后我们可以藉由点选的时候 可以去找到下一个page 这个部分我想是上一次我们所讲到的 今天的话要来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物件 这个物件叫做Section Section物件 这个Section物件的话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就是说 刚刚无人用隐藏栏 会有安全性的问题 然后呢 放在Cookie呢 又有什么呢 又有这个browser 有没有support 有没有开启 或者说有没有可能 会被 这个 知道里面在写入什么资料 在Cookie里面的安全性问题 那如果说呢 你今天 要 这些问题如果用Section的话 基本上都不存在 为什么 第一个 这Section呢 是 等于是在Server端 它把资料记录到Server端的memory里面 也就是我们开一个Section物件 我们可以把资料放在Section物件里面 这样的话 Client端也没办法存取 那这Section物件呢 它不是global的 它不是每一个login进来的user都看得到 而是说你login进来的 这个 你登录的 你就是你连线一个Connection 一个Connection 就是对应到一个Section 那不会是所有每个人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话 就不能用Section 就不能用Section 那这部分的话就是个别的 也没有安全性的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去存取 之前我们有在那个前一个范例 就是那个产生图字 然后呢 去比对图字是否正确的时候 我们就有用过Section物件 也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在产生图字的时候 顺便把那个password 那个图字的那个乱数 产生在四个 四位数字 可以先存在Section物件 那存在Section物件的时候呢 我有讲过嘛 你们 我们就可以 写入到的话 可以用什么 用set set 里面有个set attribute 其实是类似的方法 那如果要取得就get 那set里面的话 也是一个key 一个value 一个key 后面加的就是你要存的 资料 存的资料 然后它get回来就是给 这个get回来的那个 那个key就可以了 看你要存的 那个key的名称叫什么 那你就可以把它取回来 所以这边有个get 跟set的概念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使用这个http 其实语法非常简单 它是一个http 它的名称 叫做http session 那 后面的话呢 要产生一个session的话 我们就用request.get section 然后呢 产生一个什么session物件 物件的名称 叫session 这名称 那你可以去修改 物件的一定要叫session 那就可以利用这样的方式呢 去get 就是在这个session 加上set attribute 或者是get attribute 就可以去更改 或者是取得里面的词 那这边的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如果说我今天呢 要把什么 上一次的那个就是 我们练习 比如说 问题一 问题二 有没有 那问题三 最后按完成 那如果像这个资料呢 假如我要把它暂存的话 假设我不要存在隐藏栏里面的话 那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 基本上 我们就可以用session来做 那做法上面的话 我们来大概看一下 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各位也可以顺便 比较一下 基本上 前面的程式都一样 最大的差别 只有 本来是放在隐藏栏里面的 这两行 放在session物件 那session物件的话 我们就直接在这边 就这两行 也就是说我如果建了一个session物件 我要写一个 我要产生一个session的话 那我就直接 怎样呢 session.set attribute 那一样是一个key key的话叫什么呢 key就是我的piq1 key 这个是一个key 将来我要get回来 就按这个key 来去 那我要存什么资料呢 因为呢 我已经从client runch的一个字串 我就把它塞到这里面来 然后呢 这边也是像client runch的一个字串 我把它塞到这边来 那 这个是我存的词 前面是我的key 这样的话呢 就很简单的 所以将来你只要建一个session物件 之后的话 你就可以透过set attribute 去产生一个key 对应到一个value 那这样的话以后就很方便 存资料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所以session用的非常的多 像我以前 iFi的时候 我记得很多地方 几乎都在用session session来设计 这部分的话呢 用途非常的广泛 非常广泛 那这个部分的话 那最后要取回来的话 基本上 这个地方是第一个会变更的 就是把之前的部分 改成 有没有 银行栏位把它改成 放在session 那最后的话 按下完成 就要把最后的答案都秀出来的话 那我们就怎么样 用get的方式 把它全部get回来 那实际上 差别在这里 之前的话呢 是 从参数的方式 request里面 取得 那这个时候的话呢 我们就改成什么 从session 去取得 资料 这样就OK了 它就可以跨 跨网页了 也就是说 无论你在哪一个 动态网页 记得一定要是动态网页 你进态网页也是没办法取得 只要在动态网页里面的话 通通都可以取得 通通可以取得 那底下这个一样 因为如果底下 假设不是跨网页 而是跨一个网页 这个丢 这个接 OK没问题 但是如果你要跨好几个 像我们是 问题1 问题2 问题3 问题1 问题2 是一个 然后最后完成 就中间跨了一个的话 你如果跨好几个动态网页 你就一定要用session 来做 不然的话 那没有办法一直丢 你用下面这个request 点get parameter 它只能跨一个 就是我现在一个form 我丢出去 给它 它接收到 OK没问题 但是如果我要丢丢丢丢 那一定用 中间一定要藉由session 才能做到 好 所以 画多个动态网页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怎么样 用session 来做 那session的部分 当然它也有生命中期 不是说它永远都存活 还有呢 session部分的话呢 它什么时候呢 会 就是当你set之后 它就 产生了 那什么时候 结束呢 你可以把它清掉 或者是说 你可以 设定它的 这个 设定它 多久 就会 自动清除 这个用途 有点像 比如说 我们login的时候 前面有个simple login的时候 我要确定说 它是不是已经login 那我们是放在request 物件里面 那这种方式 其实不是很好 通常会放在session 里面 login的时候呢 就把这个 它的key 放在session里面 那我们就确定 这个key 是存在的 当它要进入到 那个网页的时候 进入到 比如说 主页的时候 要看到里面的资料的时候 我们去判断说 这个session是否存在 如果存在的话 它就可以进来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它就不能进来 那如果说呢 它要登出的话 其实就是很简单 把那一个session 清掉就好了 这样子session不存在 它就无法再登录了 所以你看 登入 登出的时候 就会把session 给清掉 那这部分 等一下再来看 那请各位 试试看 就是把这个 http的demo 就是这个地方 请各位 再建立一个 一个 一个专案 中文名称叫做 http session http session 然后呢 里面 我需要做哪些事情呢 基本上 我们就是 在把 刚刚 之前的 这个 隐藏栏位的 这个sample 请各位把它改一下 改成什么呢 改成 用http 来做 应该 还有印象吧 就是我们之前的 这个 这个 那这个地方 本来 我们是用隐藏栏位 来做的 但是请各位把它改成session 把它改session 那当然做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没感觉 那当然做出来的结果 因为反正资料 都是存在 一个是存在隐藏栏 一个是存在session 一个是存在session 比较没什么感觉 但是呢 做出 但是呢 里面资料 开始做 开始作答 里面的话 一样 比如说 你就打一个txt1 一个是txt2 然后按下一页 然后这边也是txt1 txt3 然后按完成 出来的话 也是一样 可以把它带过来 但是资料 本来是放在隐藏栏位 现在的话呢 把它改成放在 这个session session 物件里面 给这里的话 我想各位试试看 就是把隐藏栏位改为 用那个session 物件 那画面 这个是第4张 第4张的这个 如果是 投影片的话 是第18个投影片 18个影片 如果你们有这个 这个奖益 如果这个奖益的话 你可以把它打开来 看一下这个 主要的改变 基本上就是 我刚刚讲的 这个地方session 那当然前面 你要先宣告 一个session 物件 然后在这个 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 这个地方 无论 可以 我先把这个地方 我先把这个地方 那边 就会把这个地方 放在这里 我先把这个地方 放在这里 谢谢大家